越南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越南现在真实情况什么呀 汉文化对越南有什么影响 如何应对文化差异 越南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不用说嘛 是我们成就了越南 我们不但成就了越南 我们还成就了新加坡 就是东西方对抗 人家不给我们订单 他们得到了订单 他们得到了订单 但是他们产能不住 我们得不到订单 我们产能富裕 现状就是这样 所以怎么办呢 对我们太多的企业 要学会产业转移 寻找新的突破口 对吧 你知道在越南开工厂 就给你订单 这倒比我们不得不往越南跑 所以成就拯救了越南 越南成为全球发展 最快的经济体 我们不要看越南小 越南不小 越南人口将近一个亿 你要按全球来说 也属于大国 而且全球增长最快 而且非常务实的一个地方 我一会儿还会跟大家聊 所以是我们成就了越南 当然越南也给我们企业 太多的走出去的机会 越南最大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文化是一致的 它是受我们儒家文化影响 而且它那个种族和我们广西摩耶 种族都是一样的 它接受到语言的话 它能和越南语 类似那种古汉语 就是和粤语差不多吧 你要听它慢慢的讲的话 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异 长相没有太大的差异 就都穿那个衣服 有点不大一样 别的没什么 反正是那个 我一帮学生在那小摊上喝啤酒 点他的什么小吃 反正就比划吧 然后学生请我吃饭 在旁边那个 住那酒店的旁边的小吃店 它很便宜吗 点你说怎么点的 不会啊 菜单这里不认识的 全是越南语的 然后就跑到临桌 看人家点的哪一个 他那菜单也不知道印个图线 你一帮越南文看不懂吗 就跑到临桌 看人家的桌 那点的什么 就这个这个这个 交流没有任何障碍 就是看人家桌要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 可能大家都和蔼可亲 因为便宜的要命 他有图片的话 你点图片 你要知道 它越南的发展没那么发达 它是满大街都是那种 叫什么大排档炸货店 就是我们和吃羊肉串 那个很小的桌子 比划就行 大家知道人类语言是通的 动物不会说话 它就会比划 人一样的事 你去多的时候 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 文化语言 各方面是一样的 它那地方也有太多的孔庙 太多的古建筑 是我们的文字 它们也有12首相 它没有老鼠 好像是猫 基本都差不多 所以越南最大的好处 文化是一样的 例如我们游记 我们把企业搬过去 最大的好处就是 第一拿到订单 第二个呢 它利用我们国内产业链 非常齐全 所以直接把原材料 拉过去就好了 拉过去在越南组装 就卖出去了 你要跑到再远的地儿 你就会搬 我们的齐全的供应链 你用不上 我们太多的供应链 你怎么用呢 另外在老远 你要是在河内福建 你就会把我们的供应链 从广州广西 那个配件都拉过去了 很便宜 走港口也很便宜 所以越南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那个订单不租的时候 你产能转移到这个越南 特别是河内附近 你利用国内齐全的供应链 你在那儿类似做组装 非常好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它天大的一个优势 那你说 我还有很多供应链 要用海运 有一部分是全球采购 那你放胡志平也很好 胡志平也相当于他们的上海 二三十年代是亚洲最富的地方 最豪华的地方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要知道越南的特点 越南和我们的差异 和我们的互不幸 所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值得大家去看看 还有一个越南的一个好处在哪呢 就是你能立体的看待历史 75年国家才同意 78年土改 这个你们多少有的年龄能懂的 就是七八年开始达到地主 达到资本家 然后达到了两三年 他发现错了 很快就改回来了 90年代开始改革开发 所以他现在相当于我们的2000年初 和90年代的中后期 整个土地 整个国家升级勃勃 充满了活力 满街都是咖啡店 你们知道越南的男人不大干活 都女人干活 大概就这意思 整体街面没那么好看 因为它是私产 大家知道私产房子是不能随便拔的 所以它那个楼细高细高的都是刀片楼 所以你会了解一个立体的越南 然后你们慢慢会发现 越南的整体发展 还是相对文件和理性 好吧 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 不管怎么着吧 我4月8号到13号 我会带领一个团队 专门去越南进行商务考察 考察他们的产业园 考察我们过去的中资企业 还有和当地的银行财务公司交流 了解他们的税收 了解他们的这种关税 了解他们的融资情况 再另外就会请一些历史人文专家 专门介绍越南的发展 大概这么个来回几天的安排 要去很多地儿的 天天是闲不着的 当然还顺便还要考察一下 人文环境景观 留出个半天让大家看看风景 放谎羊 然后晚上大家喝个酒 基本上是这样 你们自己根据你们的时间 做一下安排 我认为都值得去的 越南我大概去了第五次 我每次去感触都非常深 第一两次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越去越看越立体 越去看感触越深 越看越感触到 这种生命的卑微 这个生命个体的脆弱 太多太多 因为上次我印象最深的在哪 为什么刚才讲 他七五年才国家统一 七八年才开始 达到地主 达到资本家 就是那个年代 见证者 亲历者 现在是六十来岁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 他能告诉你过去 血淋淋的这种极其鲜活的历史 要知道 经历过我们那段历史的 我们现在的那个人 第一很老很老 因为太多的都去世了 就是在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亲历者 已经去世了 多数去世了 所以我们就说 你和他割了一代 两代 你感觉那是历史 很远很远的 上次是越南的时候 那个导游六十来岁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胡志平就告诉我 这栋楼以前是我家的 很大行的 很大一栋楼的 然后这栋楼是我家的 但是现在不是他家的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吧 这时候你会看到 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月 他会让你感触非常深 所以有些历史吧 我们没法来回避 你可以去思考 给你太多的思考 这个伙计去过 对阿宝导游的印象深刻 叫毛豆 看来你去过 看来你跟着我去过 好吧 就类似这些 我希望你们去看看 就是立体的去看看 然后去感受一下 即便是你们不过去投资 你作为一个老板 也需要考察一下 真正睁眼看看世界 我认为老板的任务 就是抬头看路 抬头看世界 老板的任务 不是低头拉车 老板的任务 是抬头看天 抬头看世界 抬头看未来 亚洲没有好地方 那你就去水州吧 这就说了太绝对 一看你就没出去过 你出去过 你不会这么判断 好了 第一个是你们这个 跟我4月8号13号 去越南进行商务考察 一周时间 再另外出去不了 你就看我那门课程 跨越周期的逻辑 任何地儿都有发展的周期 如何你一直处在风口 而不是处在地固 被历史的周期埋没 而在死在下一个周期来临之前 这是非常悲哀的事 你看看我线上的课也行 就是你出去不了 你就看看我线上的课 对周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然后再选择出海 还是出局 就是不管怎么着 我不希望我们成为历史 我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时代的弄潮 永远走在风口上 这是我想给各位说的 就是生命有时候太脆弱 你不需要想那么多 你是需要是个明白人 大概知道这个事 越南餐饮怎么样 这个可以思考的 我不知道各位思考没有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发达 首先是工业 就是第二产业或第一产业 紧接着带来的第三产业 包括你看我们任何城市 你回过来看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只要是由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紧接着第三产业 越南其实也一样 越南是现在蓬勃向上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它第三产业一定配套慢半盘 所以你们做第三产业就是服务行业 饮食服务业 这对我们来说是太好太好的机会 因为这个过程你经历过 对吧 对越南人来说是懵懵的 它没概念 你明显看他缺什么 需要什么都一样的事 孟加拉也一样 孟加拉也很好 有机会我带你们去孟加拉看看 我们刚好一个同学也在孟加拉 我有一个粉丝在孟加拉 都很好 你都不要小看啊 你老瞧不起孟加拉 孟加拉是我们国人移民的排名的前十大国家 包括印度 好了我大概就说这些 就做了一切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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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了